我們會馬上展開工作去構建一個對話的平台 這個溝通、這個對話 是希望大家能夠用一個互相諒解、尊重的態度 為今天的香港尋找一個出路 我們希望看到這個溝通的平台 是開放、是直接 是跟各個階層不同政治立場 不同背景的人士 來進行 我本人和所有的司局長 是很願意落到社區 直接進行這些對話和溝通 但是為了去籌備這些對話和溝通的平台 我們先會接觸一些在這段時間裡面 是民間很有心的人 他都提出了去構建這些對話的平台 所以我會在這個星期內 就會邀請這些曾經提過不同形式 或者不同運作的平台的有心人 希望聆聽他們的意見 大家可以一起做 或者分開做 也都是可以的 目標就是希望我們能夠努力地去化解這些分歧 和矛盾 透過這個對話 互相的諒解 一起走出今天的困局 更多精彩 尽在中國新聞網客戶端 更多精彩